你别再说我是冠军 大家好 我是摩恩 冠军加油 还冠军 你们要是看了节目的话 你就知道我这一季的表现 但是信心满满 然后苟延残喘 一直撑到现在 然后网上还有人专门过来说我 说你吐槽你女朋友 让我很不舒服 我听了真的我很难过 然后我就跟我女朋友说 我说我不想在段子里面提你了 因为有些人感觉到不舒服 我女朋友就问谁呀 以前女友吗 我女朋友就这么有逻辑 而且她还特别爱干净 跟她在一起压力很大 就是只要我每次摊在沙发上 看电视的时候 她就一定会出现在 我和电视之间拖地 然后我那个时候真的想说 我说你挡住我看电视了行不行 然后这个时候 电视里突然开始放了公益广告 那个公益广告的广告词 和我女朋友的背影 给我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道德磁场 压制着我 我当时看到的画面是这样的 就是我女朋友的背影 在这样这样 然后公益广告再放 你以为现世安好 其实有人替你负重前行 我还看什么电视 我干活就给我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我干什么活 因为我觉得我家里 每个地方都特别的干净 最后没有办法 我给自己洗了个澡 我一边洗我一边 我原来这个家 最脏的东西就是你 因为我是那种 不爱收拾的人 就是我觉得 就是家就是放松的地方嘛 我越在家人面前 我才应该越乱呀 就是乱世家人嘛 表示真实 好的 但是我女朋友 她有很多规矩 有一天我都睡着了 她突然就被我被子掀起来了 我说怎么了 她说被子盖反了 我说被子这玩意儿有正反吗 被子 被子我觉得这被子盖反 只有一种可能情况 就是这个被子呀 它本来是这样盖的 对吧 但是有个人说 诶 我不 我要 这样盖的 这才叫被子盖反了 然后不管是谁来了 一定要把外面的衣服 换成家里面的衣服 才能进 不管是谁 我甚至觉得 有的是我们家里 即使来了个贼 我女朋友会很淡定地说 来来来 把外面的衣服换了 再偷 来把外面的衣服换了 行 先来偷吧 偷吧 偷吧 你兜兜注意点 别乱翻啊 我们家被子有正反了 我真的快被逼疯了 只有她出差不在的时候 我才敢在我自己的家里面 为所欲为 知道吗 那种感觉就好像是 纠战纠潮 然后我一回家之后 我看见那一排排整齐的鞋 我就来气 我就上去 就你们爱排队是吧 我就穿着我的外套进卧室 穿着外套进卧室 然后一边进一边安慰我的外套 我说放心吧 今天我女朋友不在家 然后那浴室 对我来说都不是浴室 就是个水帘洞 我洗澡的时候 我像一个退了毛的大猩猩一样 洗完我都不擦 我就冲到客厅里面 我一边冲一边叫 但是每一次 一收到她要出差结束的时候 我就特别的绝望 我当时心想 完了 文明的番离回来了 真的朋友们 爱情里面 爱情里面真的 没有王子和白雪公主 永远都是鲁宾峻和星期五 我今年本来不打算回她家的 结果突然有天刷机票 发现就过年的时候 回那某个机票 只要98块钱 我就买了一个机票 准备回家 然后那个时候 我真的又一次吃了一个占便宜的亏 就是我过去执机的时候 她跟我说 你只要加200块钱 然后你就可以升仓 我心想298也不贵 我就升了一个仓 我升了仓之后才发现 我升的那个仓 它不叫头等仓 它叫经济头等仓 它就是把经济仓前两排 扔个破帘子隔开了 你知道吗 就在我们北方 有一种偷东西的手法 叫撩帘杀 什么意思呢 北方冬天很冷 然后那个商场会盖一个大帘子 我们进的时候 这么一进 小偷就从这样的钱包偷走了 哎呀 你学会了吗 你是谁 我觉得 那个经济头等仓 就是一个高端版的空中撩帘杀 那个空间把这个帘一些撩 我那200块钱就没有了 而且 我是那趟航班 唯一一个经济头等仓的生活 空姐看见我都有点惊呆了嘛 他说 您是这个经济头送当成 我说对啊 怎么了 他说 没事 然后那个服务也特别的敷衍 他就是先站在我这块 然后向所有经济的舱子乘客 说一遍安全须知 说完之后 他蹲下来再跟我说一遍 这样子 在后面的人看起来 就前面不仅有个傻子 他的耳朵还不太好 而且我没有想到的是 国内的航线 他居然也卖东西 他卖的是一个飞机模型 然后就在那叭叭叭 在那退销 然后根本没有人买 谁会买这个破玩意儿呀 然后他蹲了下来 你们知道 当一个人蹲下来 给你退销东西的时候 你真的很难拒绝 我说你这晚上多少钱呀 他说298 我买了一个 然后我为了防止自己花钱 我想赶紧睡觉 但是你知道 就是那个连航的座椅 就这样睡得非常不舒服 但是我两边没有人呀 我就把这个靠椅扶上来 扶上来之后 我就这样的 这么的这样睡觉 那一居然睡得 真的非常的舒服 当我醒来的时候 三条座椅的安全带 全都绑在了我的身上 这不是最可怕的 最可怕的是 经济舱的乘客 正在通过我下飞机 然后我就特别狼狈地 去我女朋友家了 去了之后 然后他看见我那么脏 他就特别生气 他说 你就这样就来我们家了 你好意思吗 而且 而且我的天哪 就平时来你就算了 大过年的 你就空手来吗 我说没有 我给叔叔带了一个 飞机模型呀 然后拜年的时候 我就说 叔叔 祝新的一年 咱们家 只有冬夏 再无成情 你们知道 叔叔给我说的 第一句话是什么吗 他说 你吐槽你女朋友 让我很不舒服 对不起爸爸们 谢谢大家 我什么恩